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下饭美食篇《菲尔来蹭饭》第二季第五集 这次美食家菲尔来到了南非开普敦 首先他走进了卡恩餐厅 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 厨师是意大利人 有个漂亮模特女友 这里的各种烤肉做的相当地道 有羚羊肉、鸵鸟肉 满满一大盆豪迈的端了上来 菲尔先吃了一块鸵鸟肉 鲜嫩润滑 口感焦嫩细腻 真的很好吃 然后他吃了一块大鸡脚羚羊肉 鲜而多汁 一点善味也没有 接着他又吃了一块大羚羊肉 同样鲜美好吃 然后他还吃了黑斑羚羊肉 这家老板被羚羊抢劫过是吗 转天当地制片助理带菲尔去吃盖茨笔 盖茨笔是那个了不起的盖茨笔吗 菲尔问盖茨笔是什么 老板告诉他 就是把鸡肉、酱料和沙拉放到长条面包上 有鸡肉生菜 还有薯条 然后两片大面包合起来加紧 里面的各种食材 噼里啪啦的掉落 就跟豆腐扎工程似的 老板说 这个就是以了不起的盖茨笔命名的 因为他极度奢华 而菲尔极尽奢侈的 要了鸡肉盖茨笔和牛肉盖茨笔 老板给他用纸包好 两个人抱着就出门了 就跟抱着两根大腿似的 在外面找了个地方 打开纸包 揪下一大截开吃 因为内容物太丰富了 嘴里的滋味都乱套了 就是感觉有点辣 因为里面有很多干辣椒 但是味道绝对的好 这么豪迈的食物 还是比较罕见的 菲尔吃的不亦乐乎 接着菲尔去了一家 名叫试验厨房的餐厅 菜品极具创新 而且好吃不贵 还新奇 第一道菜是炸猪肉皮 硬硬的放到油锅里炸 直接就鼓胀起来 就像炸虾片一样迅猛 用建立式啤酒 加奶油做成蘸料 将炸猪皮握在手中 蘸了那奇特的蘸料 送进嘴里一口咬下去 咔咔作响 脆极了也香极了 人不可貌相 猪皮不可小觑呀 接着他们来到明亮的餐厅 首先上来的一道菜 是十二小时熏制的 炉鱼塔塔 这道菜已经看不出 炉鱼的本来面目了 上面有鸭缩柠檬黄瓜 还有大麦薄脆 还要撒上腊根奶油酱 还要加一些独活草油 独活草油 感觉这道菜是起死回生用的 菲尔用勺子 一勺勺往嘴里送 反正黄瓜和鱼肉的组合 味道很特别 下一道菜是培根包扇贝 菲尔切了一块扇贝吃 味道嫩鲜嫩鲜的 然后还有一道西班牙烩饭配血蟹 菲尔吃了一口 感觉就没有不好吃的螃蟹肉 接下来是一道猪肚男肉做的菜 据说肚男肉就是五花肉 五花肉那必定香啊 但就这么一小块 估计我得十盘起吃 转天菲尔和一位电视制片人丽莎 来到丽莎最喜欢的海鲜饭店 就在豪特湾 豪特湾的海鲜最好吃了 这里的食物基本都是炸的 他们点了大虾 血鱼 鱿鱼 薯条和胀鱼 菲尔吃了一块外表金黄 那里雪白的炸血鱼 鱼肉新鲜至极 鲜嫩多汁 面衣薄脆 持续输送浓香 而那个胀鱼是深海鱼 菲尔吃了一块肉 肉质紧实 而且鲜味更加浓烈 之后菲尔和弟弟的朋友 及儿子在一家巧克力店见面 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巧克力 都是本地产的原材料 小孩子要了一个骷髅头的 拿过来捆了一口 他很喜欢吃骷髅头 而菲尔吃了一块生巧克力 可可含量72% 那是菲尔吃过的最苦涩的巧克力 为了抵消苦涩 他吃了一块原味松露的 总算让他重新爱上了巧克力 他突然看到了布朗尼蛋糕 立刻吃了一块 质地粘软 味道浓郁 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布朗尼 他又蹦又跳 小孩都看笑了 估计很疑惑 这神经病是谁呀 他拒绝吃布朗尼 怕出现同样的症状 接下来菲尔来到了漂亮的波卡普街区 房子都是糖果色的 他来到一个家庭厨房 老板娘的两个女儿帮助老板娘做饭 大量调料使劲往里撒 各种食材丢进锅里一起煮 首先上来的是土豆咖喱鸡肉 菲尔吃了一口 咖喱和鸡肉绝配 而且带咖喱的东西必须香 然后上来的是开普马来甜甜 菲尔捏起一个咬了一口 非常甜美 很像甜甜圈 菲尔最爱是甜甜圈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甜甜圈很甜 之后菲尔来到了古古乐图镇 这里有一家烤肉店 非常热闹 现切的肉摆在柜台里 要哪块就烤哪块 从源头做到一览无遗 同手无期 菲尔点了一大盆肉 端着到后面烤 那里有好几个烤肉师傅 在大烤网上热火朝天的烤着大块肉 肉香夹杂着木炭灰 肆意飞舞 烤肉师傅刷完酱后 就端过去烤了 而菲尔来到大厅等待吃肉 这里的人们非常欢乐 唱歌跳舞吃肉喝酒 肉烤好后 满满一大盆端上来 脉相诱人 香味震震 菲尔捏起一块羊腰子 吃了一口 第一次吃大腰子 他赞不绝口 而且吃完精力充沛 菲尔大口吃肉 吃的又趣又贪婪 老板都看乐了 这里很受欢迎 外国游客也很多 在这里吃肉喝酒 会体会到由衷的放松和快乐 菲尔吃的兴起 因为烤肉太香了 转天菲尔又去吃了冰激凌 到哪他都要吃冰激凌 他来到开普敦最好的零食店 这里有各种自制冰激凌 馅饼和果酱 菲尔捏起一块巧克力焦糖 试紧早餐棒 糠吃一口下去 甜蜜香浓 香味绵长 吃的菲尔满脸含笑 然后他挑选了很多零食 端到外面品尝 每一样他都喜欢 他还和店员聊得火热 说自己57岁了 店员说 你看起来没那么糟糕 菲尔说你可真会说话 之后菲尔来到 建于1692年的葡萄酒庄园 这里的早餐品种丰富 而且味道很不错 菲尔吃的连连点头 说农场的鸡蛋就是不一样 他吃的香极了 他跟五郎叔一样 吃什么都香 吃完后两位园艺师 带他到处游览 带他去萝卜园 薅萝卜 吃各种鲜花 庄园里可真是太美好了 菲尔感觉这里就是天堂 菲尔吃花吃的很开心 因为甜丝丝的 但当他听园艺师说 这里有很多蛇 包括眼界蛇和古父斯葵蛇后 吓得大惊失色 但园艺师说 这里种着很多野蒜 可以阻挡这些蛇类爬进来 原来毒蛇怕大蒜呢 那我以后要多吃蒜 因为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菲尔和两位园艺师聊得很开心 逗得两位女士哈哈大笑 菲尔这小子逗人开心 真是有一套 值得大家学习 本集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